山野馬路上突然蹦出火花 接著狂冒白煙 機車騎士經過還嚇一大跳 慢動作再看一次 白車經過後 斑馬線旁就隨機出現火苗 沒幾秒大龍炮直接噴出火花 事發在羅東正新東路 與林場路路口 周姓男子宣稱 是因為郵人新店開幕 想要幫他慶祝 因此才拿大龍炮相助 沒想到一不小心 丟到便利商店門口 店員被嚇得結帳時 還直接找錯錢 那是騎機車丟 直接認住 他有直接塞到找錯錢 不過周男朋友的店 是在路口斜對面的水族館 這一丟也相差太遠了 警方也請周姓男子刀案說明 經調閱監視錄影畫面 查得車主為周男所有 火速通知周男刀案 周男稱朋友店幕 新開幕 為幫朋友慶祝 不如半夜施放水雷鞭炮 周男表示只是因為一時好玩 沒想到會引起恐慌 不過在深夜製造噪音 就是不對的 警方最後以社會秩序 維護法送辦 記者林醫生 王雲廷營爛採訪報導